大家好,我是Stan 4月29号,女团Aibu发表了新专辑Aibu Switch 在这次的新专辑中,包括了双主打歌Heya和Ascendio 以及由成员强万娘作词的新歌Blood等共6首歌曲 而主打歌Heya在公开不到12小时就突破了700万的观看 并以13位的成绩一举进入了每轮排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Aibu新曲Heya,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现在娱乐圈接连爆出事件,把所有话题都夺走了 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回归真的很悲伤 但是歌曲还是很好听 这次的歌曲我特别喜欢节奏,副歌部分真的很洗脑 不是参考海外的感觉,而是真正的KPOP感觉,我非常喜欢 虽然Rap部分比较多,这点有点遗憾,但确实很洗脑 副歌部分真的让人非常着迷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M之前的歌曲比较厉害 因为Rap部分很多,我觉得对于Aibu来说,这是一首有挑战性的歌曲 但应该成绩还是会很好 MV也非常厉害 每次看到那些具有韩国传统风格的东方服装时 都觉得非常漂亮,非常适合,真的很棒 歌曲虽然不如预期的好,但MV拍得很好 不知道是谁做的艺术指导,真的做得很棒 概念非常非常好,是我借Aibu出道歌曲之后最喜欢的一个 歌曲不太符合我的口味,但因为喜欢概念和MV 所以一直在看,尤其喜欢做胡抓手射的那部分 总之MV拍得很好,眉目都很美 非常特别的是,没有一个留言说MV不偶或者是平凡 大部分的留言都在承载MV非常漂亮 然后在这次的专辑中,强王娘做次的Blue Heart中有一段歌词是 Tutuna girl redline,Mupia girl redline,Redline,红线,韩文,Bagandry 是前科的意思,也就是无法逃避前科的意思 很多网友们猜测,这段内容应该就是举及那个 无恶不作的黑粉Tide Dogs用手的歌词 不过除了可能有这个意思之外,强王娘对这个歌词有表示过 事实上Blue Heart或许是我迄今为止最珍视的一首歌 这首歌描绘了强大的女性形象 选择在生活中拥有坚强而冷静的蓝色之心 而不是温暖而热烈的红心,并且非常自信的生活 我认为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情感 所以我写得非常真实,如果大家能多多聆听 我会非常感激 不只是Tide Dogs用手,应该是狙击了所有黑粉 总之太帅了,对粉丝来说无限温柔 但对于黑粉比任何人都坚强的我娘 我娘现在是idol,所以是这样 但她的性格几乎有着陈姐和姨佑璃的感觉 所以,对于爱补的兴趣 嘿呀,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演员金志文 如果是idol的话,是哪一组女团像呢? 看标题就想到iV了 我马上认为是存在系列或FX 原来是要以最近的iV为标准呢 感觉是SM像 但是看团体的话像twice 能看到twice成员们的脸 哦,我也想到的是Gio加打印的脸 原本以为是典型的iV像 但也很适合Redweb 如果不是starship就是SM像 所以如果大家是全能的制作人的话 会将金志文放在哪一个女团呢? 假设啊